大家好 我是甜蜜好久不見啦 各位 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 對 我最近好傷癮啦 就是用咱們的槍 然後配上陰陽再配上裂痕 簡單應該反過來啦 應該說陰陽裂痕然後配上咱們的槍閃 然後一樣搭配著陰陽跟小丑 因為如果你今天要玩陰陽的話 基本上要有陰陽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人家有那麼點痛苦 但是我這樣玩起來的話 好像發現不太對勁 我的陰陽人家也不太需要 我覺得我應該是要月亮才對 為什麼呢 簡單的說啦 我以為槍閃不管再快 一隻王只能尻一下對不對 以上一支影片看起來是這樣沒錯 但實際上呢 很像不止喔 對 以上一支月亮我配上11等月亮之後 我的七星槍第一隻王尻了之後 第一桶會死掉 順便再把第二隻王出來之後 又再尻一發 所以其實他的攻速還是有差啦 在我今天沒有配上七星月亮的時候 我的槍閃其實是有那麼一點慢的 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是來看一下這一局吧 大家應該知道我的想法啦 這個想法應該跟我之前的首 首越劍有一曲同工之妙 簡單的說就是靠一顆或兩顆的 極大化的攻擊骰 再搭配著一顆打趴傷的骰子 去達到有沒有辦法把王給撿傷撿到最高 撿血量撿到剩下什麼一趴 剩下零點幾趴 然後再用最後的陰陽或是守護來收 所以其實這個打守護說不定也試試看 也不錯吧 好啦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陰陽的話 就一定要配上這個隊伍而且我只有一個 我只有一個破層 一個破層而已 而且我也不搭配陰陽 如果不搭配陰陽的話 基本上一定要搭配破層啦 不然的話那傷害可能不夠高 然後搭配著暴擊位 不過暴擊位可能 我的暴擊傷害只有1500滴啦 所以可能也不是很高就是啦 但是沒關係咱們就來感受一下 因為我也是玩了很久才玩出來的 你知道嗎 我以為這個隊伍算好玩算簡單 結果發現沒有其實蠻難的 因為畢竟我沒有成長 我沒有成長的情況下要單靠對面的暗殺 把我這邊殺到滿星 而且又沒有光靈劍的話 其實還是有那麼一點運氣啦 而且我這次也沒有殺到全滿星 不過至少該滿的都滿了 可以感受一下 對 可以感受可以看一下就好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嗯 基本上我可以跳到後面出來 因為前面只要熬過去就好了 不過前面是有點難熬沒錯啦 對 前面是有點難熬 有可能會被蜂王封到我的暴擊位的攻擊骰 可能蜂王就打不死 那轉完來之前呢 盡量就還是要把它點亮啦 如果轉完之後再把它點亮的話會有點難 而且版面還要弄好 如果真正最好的情況下 是一顆陰陽有暴擊位的點亮 然後呢 剩下的八個位置 有七個是槍 然後一個是軍獵骰 我覺得這樣是最強最強的狀況 以這個版面而言最強的應該是這樣 OK 好 來 咱們去後面看一下唄 好 那我們直接跳到第41回合來感受一下 不過這個時候可以看到我的槍骰是沒有 而且只有兩把槍而已 我這次弄的其實有弄一點難搞就對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來感受一下 這個槍到底有沒有用啊 可以看到啦 如果今天我沒有配上光靈鏡的話 我就算對面是礦殺 也蠻難去處理這個隊伍的 可以看到我的星數 其實算是有點運氣好的關係 我的暴擊位才可以弄到六星的陰陽啊 不然的話基本上其實蠻危險會崩掉的 好 那對面的情況就給他繼續殺 他玩起來算簡單 那我可以的話呢 我會選擇去把我的四星小丑 應該會去複製四星的陰陽 然後給他合成掉對不對 如果沒有 當然最好最好的情況下 是把那二星的陰陽直接拉到四星 然後去丟到那四星的陰陽 會是最好 對 這個時候其實我兩邊都還是我啦 對 我還是一樣一個人控兩邊 然後來感受一下 就當作是一個開箱 如果今天要真的打的話 我應該會再找一個觀眾 或是誰來配合我就對了 好啦 我覺得槍骰確實有那麼一點可惜啦 就算他今天上去好了 我覺得可以把他當作是 把他當作一個定位是 不用月亮的槍 對 不用月亮的劍 不用月亮的劍 因為畢竟我覺得他不管再快 王出來好像只能打一下 不過我覺得他也是實不合遇 像獅王出來之後 後來一次王也出兩隻嘛 如果今天我沒有七星月的話 我的槍閃也只能打一隻 那我第一隻打20% 第二隻根本沒有傷害 那還是蠻危險 還是蠻爛的嘛 你說對不對 好 可以看到我剛剛那樣 合成上去的時候 變成一個五星的陰陽 其實還蠻倒楣的 然後我這邊弄出了一個七星的陰陽 不過那個七星陰陽 沒有暴擊危險沒有點亮 基本上是有跟沒有一樣啦 好 那我們現在給他繼續 給他往上合一下 我的小丑給他上去了 五星小丑配上五星的陰陽 沒有欸 我這邊又多出了一顆七星陰陽 只有那邊沒點水就死了啦 如果的位置能夠換一下的話 好 可以看到我這邊操作的話 可能會感覺蠻特別的 就是為什麼一邊動一邊不動呢 明明我這邊就可以動了 但是我這邊卻沒有在動 因為我現在在操控另外一邊 因為兩邊都是我啊 兩邊都是我 這算是一個人的玩法吧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玩起來了 還是陰陽 陰陽裂痕的感覺啦 比較沒有 完完全全沒有一種 沒有一種 槍骰有優勢的樣子 好 我這邊合成上去變一個六星槍 其實這個狀況還不錯啦 其他都 我現在五把槍出來了 剩下就是把他拉到七星就好了 然後我可以看到對面 盡量很積極的去合骰啦 這個時候我應該把我的分身 給他拉高一點才對 分身的礦山拉高 分身的礦山越高的話 會越香 兩把槍出來了 我們來感受一下 其實看到這個槍骰 他光瞄準就瞄準很久 他第一隻瞄準的時候 如果我把他打死了 他還沒辦法瞄準第二隻 我的硬量就把他打死了 所以基本上 我槍骰如果今天沒有配上月亮的話 會完完全全沒有用啊 可以看一下 再看一發 這個時候有打下去有連發 可是第二隻完全不會有傷害 可以看到上一支影片啦 上一支影片的話 我的槍骰有配上月亮的情況下 他是可以先把第一隻 狙到的傷害之後 再狙第二隻狙到的傷害 我以為槍骰可能就是一發 結果沒有 其實他可以一隻王 一回合的王可以開兩次槍 那我真的覺得槍骰其實曾經很強 只不過我們沒有把他拿出來用而已 如果槍骰在一隻王的時期 就拿出來用的話 我們再搭配誰 以前也沒有陰陽 也沒有現在的守護 那你還是只有日月 那到最後還是日月槍嘛對不對 感覺還是可以啦 好啦好啦 我覺得槍骰實在是 因為他爛太久了 比較少人把他拿出來用啊 那沒關係 我們現在還是把他感受一下 因為我還是感受不出來 他這次改版說的什麼 王一出來就會放進你的感覺啦 我自己是沒有感覺啦 還是有觀眾可以幫我說一下 這個感覺到底是什麼 有在玩槍的朋友 對我個人是沒在玩槍 這需要講起來這個桂冠你知道嗎 有沒有誰在玩槍啊 誰比較常尻的啊 借一下借一下 有沒有心得可以分享一下 好啦現在我們到第55位 那這邊我就不給他加速到後面去 因為我們等一下很快就要崩啦 因為我說到底啦 說到底基本上都是陰陽跟軍列在打 我的槍子雖然有傷害 可是沒有用 基本上還是看第二王的臉色 對還是看惡王的臉色 如果今天惡王是轉王或失王的話 基本上還是蠻危險的就是了 好現在來到51回合 王的血量總共有8位數 是2600多萬啦 還可以啦至少尻下去的感覺很香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沒有配上月亮 他的暴擊 應該說暴擊 他的連尻的次數就少了很多 對 我不知道欸 這是一個感覺你知道嗎 這是感覺 還是說連尻就相當於他的暴擊率增加 如果他的連尻跟暴擊率增加的話 或許我的槍甩是不是在暴擊威呢 還是說他是自己額外的能力 這我就不知道 還是我觀眾也一樣 就是我觀眾有沒有可以提提供一下答案 好可以看到接下來是屍王事實上被吼掉了 我好不容易等下把槍結果就這樣沒了 而且我的七星陰陽也變成六星的陰陽 而且還是暴擊威 其他沒事沒攻擊的都不會吼到就對了 好但是我對面的狀況 很像還有那麼一些錢啊 至少不是轉王 可是我覺得應該也沒有用了 對我玩了快要一個多小時 我這久上錄了一個多小時 結果才錄出來一次 而且這一次玩下去呢 還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所以槍還是要尻的快才好 尻的慢的槍很像沒有什麼感覺 我完全就沒有感覺 而且如果要的話還是一發接著一發會最好 如果一次之後一發就結束的話 很像也是無傷帶啊 基本上還是靠 還是靠陰陽跟裂痕嘛對不對 所以這名字還蠻難聽的 陰靠裂 哈哈哈哈 好了不管到第55回合了 第一隻轉王4000多萬的血量 而且我們沒有槍骰在幫忙打勝了那麼一點硬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現在有四把槍尻下去 可是槍骰頂多再強再強的 都是打當前血量傷害啊 還是沒有辦法把王給處理掉啊 55回合應該就這樣滅掉了才對 就算我現在全部都是槍好了 也是沒有辦法把小兵給處理掉 也是沒有辦法把王給處理掉 他有幾千萬的血量 我就想打掉99%血量 幾千萬打下來還有十幾萬 十幾萬再打99%呢 還有幾千滴啦到幾千滴或許才可以把它吹掉 我要打兩次99%才可以你知道嗎 OK好啦這就是咱們的硬靠裂啦 55回合136個關 我覺得啦槍骰 雖然說這次改版又再給他buff了一下 但是我覺得很像還是不行完啦 不然就是要配月亮 如果他今天配上月亮的話 或許配上陰陽烈也很就不錯 但是我這樣營養就不能用了 我就完完全全只能靠合成的方式 去移動我的材質 把陰陽給他合出來 那次玩法還會更低呢 好啦那就再說啦 那感受一下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1 那我們下次再見三二一啊 掰掰